刘云成 刘云成 学长 你喝多了 我给你交代价 送我回去 刘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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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成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说清楚 你等我一下 好 好 好 这是什么呀 忘情水 你往里面加了香油 多加了一点吧 反正酸甜苦辣咸应该都有了 反正喝完这个 我们俩 就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你这个重新开始的起点是什么 是重新开始谈恋爱 还是重新做陌生人 重新做陌生人 你这个伎俩 是根据身高体重来的 还是感情深浅 我这是按照手抖的程度 想干为情 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好同事 好战友了 请亮总多多关照 你哪位 大哥 这是忘情水 不是白痴水 那你这个水 到底什么功能了 所以 我们现在是认识 但没有谈过恋爱 是这个意思吗 这么严谨 差不多 所以 我现在有重新追你的权利了 只要不复合 什么都可以 很好 很像我认识的童年 童年小姐 请问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忘情水 童年 你是三岁小孩吗 这么无聊 我无聊 那我告诉你更劲爆他 他不仅喝了 还又跟我表白了 什么 那你答应他了吗 我说不好说 今天呢 我们召集大家开会 主要是聊一下 华岗海岸的设计方案 那么 华岗海岸的设计方案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挑战 毕竟在海边 我们可以招到更好的标 去把房子做到更好 但与此同时 海边也是比较潮湿的环境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 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次华岗海湾的项目 是我们公司后半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呢 我会调集各个部门绩销最佳的成员 售后服务部 童年 孙嘉宁 你们一会儿到项目部去报道 那么后续的这个人员调动 我也会陆续地通知 那么今天大家就辛苦了 请大家喝咖啡喝下午茶 谢谢廖总 谢谢廖总 阿诚 有什么事吗 晚上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 我希望除了工作 我们可以保持疫情该有的距离 正好 有个东西 他委托我转交给你 麻烦收好 干嘛 女孩子之间交换个小礼物 你也要管 自己用过的 最好不要送 廖总 廖总 廖总对不起 没事 廖总 你找我有事 把你调到项目部 是基于能力的考量 不是 我知道 我还以为你会拒绝 我为什么要拒绝 能和廖总 能进廖总的项目组 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对于我的项目组求之不得 那你可要做好 未来一周加班的准备 先去项目组筹 为前期资料吧 好的 廖总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 把这个弄好以后 大家再完善一下最近的工作 好 都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吃过狗粮啊 瞧你们没变过世美的样子 起来吧 没人了 谢谢廖总 念念 你以后要是想看我的话 不用撞墙 只接来我办公室就行 我没有 麻烦去要携带装饰的logo的胶带 颜色显摸点 祈祷与视线平起的位置 是 廖总 念念 嗯 嗯 怎么了 老胡明天就要去国外了 今晚送别会 咱俩一起去 我把这事给忘了 呃 不过现在时间差不多 那咱们俩收拾一下 赶紧走吧 我好了 嗯 嗯 走吧 老胡 他们应该今天都忙 有事 对 对 有事 没事 大公司工作忙 到了新单位 都要好好表现 这个我理解 过了今天 咱们千军办公室租赁 就到期了 感谢大家 在板盲之中 抽出时间 来送我这个前老板 离京前 我给大家留点纪念品 大家不要客气 我这酒管够 多喝点 好 啊 啊 胡总 那我借机会 单独敬您一杯 嗯 真的首先非常感谢 您对我的培养 如果没有您的话 真的没有我张浅阳的今天 我干了 再就是 非常感谢您能介绍 我和 常天的周总认识 胡总 我也干了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那我去送送他 你吃好喝好 这 早知道这样 他们还不如不来呢 别说了 别说了 咱们说这些了 胡都知道 咱们就别让他难堪了 以后上酒桌 少喝点酒 别傻乎乎的 谁敬酒都断杯子 别的话可以不听 但是这句话 一定要往心里去 你怎么能不变 不变